抛砖引玉 唐朝诗人赵谷写的诗很有特色 许多著名诗人都十分欣赏它 相传 当时苏州有个叫常见的人 对赵谷仰慕已久 有一次 他听说赵谷要来苏州玩 便想乘机让赵谷写几句诗 他估计赵谷一定会到当地名圣 《灵岩寺》游览 于是 他就预先在灵岩寺的墙壁上提了两句诗 希望能以此引出赵谷的诗句来 不出常见所料 赵谷到苏州不久便去了灵岩寺 当他看到墙壁上那两句有头无尾的诗时 一时兴起 便提笔添上了后两句 凑成了一首完整的诗 由于常见的前两句诗 不如赵谷的后两句写得好 所以人们便把常见的这种做法叫做抛砖引玉 字面意思是 抛出一块砖头来引出一块宝玉 后来 抛砖引玉逐渐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成语 用来比喻用粗浅的 不成熟的意见 引出别人高明的成熟的意见 抛砖引玉 唐朝诗人赵谷写的诗含有特色 许多著名诗人都十分欣赏它 相传 当时苏州有个叫常见的人 对赵谷仰慕已久 有一次 他听说赵谷要来苏州玩 便想乘机让赵谷写几句诗 他估计赵谷一定会到当地名圣 《灵岩寺》游览 于是 他就预先在灵岩寺的墙壁上提了两句诗 希望能以此引出赵谷的诗句来 不出常见所料 赵谷到苏州不久便去了灵岩寺 当他看到墙壁上那两句有头无尾的诗时 一时兴起 便提笔添上了后两句 凑成了一首完整的诗 由于常见的前两句诗 不如赵谷的后两句写得好 所以人们便把常见的这种做法叫做抛砖引玉 字面意思是 抛出一块砖头来引出一块宝玉 后来 抛砖引玉逐渐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成语 用来比喻用粗浅的 不成熟的意见 引出别人高明的成熟的意见 抛砖引玉 唐朝诗人赵谷写的诗含有特色 许多著名诗人都十分欣赏他 相传 当时苏州有个叫常见的人 对赵谷仰慕已久 有一次 他听说赵谷要来苏州玩 便想乘机让赵谷写几句诗 他估计赵谷一定会到当地名胜 《灵岩寺》游览 于是 他就预先在灵岩寺的墙壁上提了两句诗 希望能以此引出赵谷的诗句来 不出常见所料 赵谷到苏州不久便去了灵岩寺 当他看到墙壁上那两句有头无尾的诗时 一时兴起 便提笔添上了后两句 凑成了一首完整的诗 由于常见的前两句诗 不如赵谷的后两句写得好 所以人们便把常见的这种做法 叫做抛砖引玉 字面意思是 抛出一块砖头 来引出一块宝玉 后来 抛砖引玉 逐渐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成语 用来比喻用粗浅的 不成熟的意见 引出别人高明的 成熟的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